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程丽莎在几个人社交平台上更新了博文 开启了首次杀娃模式 并同时晒出了儿子和爸爸的聊天对话 儿子 你跟爸爸拍张照片吧 我答应你一个你妈不答应的条件 哼 你觉得我妈会听你的 你妈是我老婆 当然得听我的 爸爸 是不是你真的发脾气 妈妈就很怕你 当然 那你试试 看到了程丽莎儿子与老公郭小冬的聊天后 虽然程丽莎听后是崩溃的 但是这可以说是一波幸福的狗粮啊 感觉晒出来的都是幸福 藏在心底的那叫可怜 毕竟这些年来郭小小夫妇可以说是娱乐圈公认的幸福夫妻了 一家人生活也是过得相当的有滋味 即2018年最新一大宝宗节目 妻子的浪漫旅行 在程丽莎夫妇都参与后 让我们引退了娱乐圈多年的程丽莎再度翻红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机遇啊 要不是这个节目 恐怕都不知道程丽莎会以另外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再次付出了 相信大家心里应该和圈姐的都差不多这样想法 这些年来一直都是老公郭小冬在拼搏 而程丽莎就全心全意的在家做全职太太 虽然老公陪半身边的时间很短 但是一家人是和睦的 而今日作为程丽莎首次公开上滑 看到了郭小冬在拿着手机玩自拍 而害羞的儿子紧紧依偎在爸爸的身旁 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 无论是女儿还是儿子都要常常带出来玩 这样可以提升孩子度陌生环境和世界的不反感 对陌生事物不害羞 虽然妈妈过很多 儿子爸爸少 不可能孩子会像爸爸那样吧 虽然程丽莎给老公和儿子拍照 儿子没有抬起头 但是从她的动作中完全可以看出 世来儿子是一个非常萌的娃娃 每一次只要是郭小冬或者是妻子程丽莎的任何的动态 粉丝们都会热评不断 对于程丽莎一家人都是高度好评 程丽莎是公认的全职太太 而郭小冬则是公认的钢铁直男 只要一家人幸福就好 像程丽莎与郭小冬这样的幸福生活 春姐只能是羡慕了 本位一点号作者原创 未经收全部的转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莎与郭小冬